要保健當然都還是要從生活開始 所以名畫眼睛的部分 跟心血管的部分 因為這一次都跟眼中風有關 先講眼睛方面的營養素 對 其實就像剛才程醫師講到 我們眼睛的血管是最密集的 而且是非常細的 所以其實在預防眼中風 除了等一下我們提到三高問題 當然一定要維持我們眼睛 血管裡面血流的順暢 那其實有研究發現 其實這些花青素 前花青素或原花青素 花青素類的一些食物 其實它可以本身就維持 我們眼睛血液的順暢 所以如果你本身有三高或肥胖的人 其實就要多強調這些食物來源 包括像黑莓 或者是藍莓 櫻桃 蔓越莓 三桑籽這些食材 就是顏色比較偏紫紅的 那當然除了這一之外 大家都知道耳熟能想 就是黃斑布這一塊 那其實就可以多吃一些 葉黃素類的食物 包括像是橘色 綠色 黃色的蔬果 但是記得這種葉黃素這些成分 其實它主要是油溶性的 所以在烹煮這些食材的時候 一定要加點油 增加它的一個吸收率 那除了這個之外 其實我們剛剛提到 不論是哪裡的中風氣 它最主要的源頭都是三高的問題 高血壓 高血脂 高血糖 在高血壓的部分 其實就有非常好的一個飲食法 叫做德蘇飲食 Dash Die 其實它是已經確定是可以幫助我們降血壓的 尤其是如果你現在血壓偏高 但是它還沒有到用藥的情況 給自己一個機會 試試看德蘇飲食兩週 就有滿明顯的一個控制血壓的效果 那它其實主要有五個原則 第一個就是 多攝取顴骨根筋類 也就是說白色澱粉 像我們常吃的白米飯 白麵包 白麵條 甚至白糖 這些食材我們要盡量少 利用所謂的顴骨根筋類 像是糙米飯 胚芽米 石谷米 藜麥 地瓜 南瓜 芋頭 山藥 這些做個取代 第二點就是 五份蔬菜加五份水果 用吃的取代喝的 因為很多人習慣打果汁 其實我們不太建議 我們最好如果你牙口功能OK的話 我們用吃的取代喝的 然後盡量攝取不一樣的一個蔬菜水果 因為其實蔬菜水果裡面的鉀離子 高鉀它可以跟我們體內的鈉 做一個調整 對於改善血壓有很好的一個效果 但是還是要前提是 你腎臟是正常的 腎臟功能OK 這樣子我們攝取五份蔬菜加五份水果 還有呢 一天一到兩杯的低脂奶 因為低脂奶裡面還有豐富的鈣離子 鈣離子可以幫助我們放鬆我們的肌肉 穩定血壓 那除了這個呢 我們可以適量的攝取一些植物油 或者是堅果類 裡面的不飽和脂肪酸 其實也可以取代所謂的紅肉 除了這個之外呢 家禽類雞 鴨 鵝 魚 取代 四隻腳的豬 牛 羊 給自己一個機會 因為其實說實在我們台灣 現在衛福部之內有調查 部分男 女 老 少 我們每個人攝取的鹽分都超標 也算是另類的一個團結 所以其實在高俠的部分 德書飲食給大家做一個成本 這麼有公式對不對 部分男女 老少 對 像我之前遇到一個案例 一個伯伯 他六十歲 去醫院做心導管手術 結果我就跟他詢問他平常的飲食 吃得非常非常好 然後我想說吃得這麼好 身材也維持得OK 怎麼會進來做心導管 後來他就說 他最近有一個飲食的變化 就是他兒子很孝順 去美式大賣場買了 一桶的花生 他太喜歡吃那些堅果了 對 他就想說 反正你們專家常常在電視上講說 堅果很好 好的油 他就每天看連續劇的時候 都抱著一桶花生吃 兩個禮拜就進來做心導管 所以其實堅果類好油沒錯 一天可以攝取的量 就是兩個白色塑膠湯去 對 其實腰果大概六到八克 然後還有就是一天三餐 我們會希望至少一餐 是選擇豆製品 豆製品也是這邊列出來的幾個 是比較推薦大家吃的 豆腐 豆干 豆漿 或者是豆皮 而且是這種白色的 不是那種炸豆皮 對 那至於說什麼油豆腐 白葉豆腐這些就不太建議 因為裡面的這些植物固存 可以幫助我們降低膽固存 還有就是一再講調的 就是Omega-3的油脂 包括像青魚跟鮭魚 其實都是很好的來源 幫助我們延緩血液的凝集 維持心血管的健康 那在高血糖的部分也有一些食材 包括像苦瓜 這個季節也有 裡面的苦瓜生態跟苦瓜素 可以幫助我們調控血糖的控制 水溶性膳食纖維 像是一些秋葵 海藻 還有各式的菇類 菇類也可以幫助我們調整免疫力 它可以延緩我們飲食中糖分 甚至是膽固存的吸收 稔遺 妳今天做的這一道叫什麼呢 這一道叫做 南瓜壽司配水波蛋 聽起來好像很普通對不對 可是等一下妳看到之後 妳就會覺得 感覺比較像早午菜 對 沒錯 沒錯沒錯 那這個 這邊所有的食材 就是我們剛才營養師有講到的 黃色的食物 然後魚 根莖類 然後再來就是綠色的蔬菜 對 這個是南瓜嘛對不對 所以我們今天用的是它是根莖類 南瓜我就直接把南瓜蒸熟 很簡單 去完皮 蒸熟 蒸熟之後呢 通常南瓜旁邊都會有一點南瓜水分 這個我們就留下來做料理 對 那這邊呢 我把它放在袋子裡 因為我覺得家裡不一定 每個人都有那種果汁機 或者是調理機可以使用 那你放在袋子裡面 你把它捏碎就可以了 就是 就很簡單 對 很簡單 你不要洗果果汁機了 沒錯 你把它捏碎捏完 甚至小朋友都可以做這個動作 OK 親子可以一起來玩 那當你在蒸南瓜的時候 我就順便又蒸了一點點的 胡蘿蔔 對 紅蘿蔔 把它切成丁狀 這個呢 我們就把它加到高湯 剛剛有講到這種質化素 它是需要有一點點的那個 油脂的 對 我這邊就準備一點點高湯 你用的是什麼高湯 雞高湯 對 雞高湯 我們就把南瓜加進來 那像一般人家煮南瓜濃湯 是 也是 也可以類似是這樣子的做法 沒錯 我這個是雖然有一點點 等一下會比較稠一點點 像醬汁 料會比較多 但是你其實南瓜濃湯 也可以這樣做 那個濃稠度 你就可以自己去斟酌 對 那這時候呢 紅蘿蔔 可以把它加進來 所以如果顧眼睛 如果再加個玉米等等也不錯 玉黃素 那對眼睛的幫助是 對 它就是正中間黃斑的 那個膽光的重要的物質 OK 好的 OK 那這邊讓它慢慢的去把它 兩個食材跟高湯 然後做一個融合的一個 稍微烹煮一下 這邊我們來分享什麼 我們做水泊蛋 來 這邊一個鍋子 盡量你可以使用這種底 稍微寬闊一點點的底 再來 蛋你要挑選的時候 你買回家的時候 蛋不要放在冰箱門上面 因為放在冰箱門 你這樣震動它 它裡面的蛋白就會破掉 我們煮出來的水泊蛋 就沒有很漂亮 真的準備一個透明碗 是這樣嗎 對 你敲 然後在打的時候要比較低一點 不要讓它在很高的地方 就直接摔到碗裡面去 所以包括如果要煮水泊蛋的人 這個在冰箱裡面放的位置 跟打的時候都要注意 然後你從蛋那個邊邊 加一點水 然後我不知道這樣攝影機 能不能拍得到 那個蛋白已經有被拖起來了 對 旁邊一圈是水 然後蛋白比較集中一點 對 比較集中拖起來 然後再來就放的時候 你就輕輕的把它下鍋 連碗都要一起下去 對 連碗都一起下去 真的是好像很溫柔 對待它一樣 OK 下去之後你可以看 它蛋白就把蛋黃包住 這邊我有事先先準備了幾份 就很明顯的 有沒有 那個蛋的形狀都有 所以你可以把它稍微先準備起來 對 你要幾份 幾個人 那我一起回煮 可是你現在在煮 不會就太熟了嗎 不會 泡著就 其實蛋黃很特別 但你如果一次沒有把它煮熟 在接下來再把它回泡的時候 它其實只會讓它變熱而已 真的啊 好快熟喔 會整個完全熟 不會 對 泡著就可以了 太神奇了